各位两岸企业经济推进的参与者 领导者 各位大家中午好 大家都说给我点时间 都省了时间给我 但已经到12点钟了 所以机会需要自己把握 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很重要 所以今天中午饭可能大家会迟一点 但我还是坚持把握好自己这个机会 其实很荣幸能够参与两岸经济企业家的峰会和论坛 本来让我是去参加下午的文创小组 我本来想吹一下牛 关于乳师道文化在企业运行过程中 但后来把我邀请到这个主题演讲 倍感荣幸 但也害得我昨天晚上没睡好觉 从来没那么紧张过 因为现在讲话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我是属于想啥说啥 是吵跟企业家没人在乎你 现在别人你讲对的都应该 讲错的都成了标题 所以不太容易 但我觉得今天在那么多企业前辈面前 都是我这个很年轻的时候 我小时候在书上看见了很多企业家前辈 真的是倍感荣幸 因为自己在十五年以前 我在十五年前也是一个小的 不能再小的企业 从没有想过自己会有今天 从没有想过今天能够在台湾 跟那么多大企业家进行沟通和交流 但我想今天既然走到了今天 是时代给了我们机会 社会给了我们机会 国家给了我们机会 也是我的同事朋友给我的这个机会 2010年的六月份 我到台湾来过 参加一次创新的论坛 当时主持人跟我说 马云你看看我们台湾多咬不起 这么大年纪的企业家都在谈创新 我呢觉得我倍感焦虑 我觉得这个创新是年轻人的事情 尽管我们有几个老企业家 可能干得不错 但总体来讲 应该年轻人可以干得更好 这个我跟金庸先生探讨过 他说年 我经常在他的小说里发现 年纪越大的人武功越高 我认为这是违背规律的 我们应该把机会给年轻人 如果你相信未来 你就要相信年轻人 如果你相信年轻人 你才会真正地说 未来是美好的 过去的十五年 中国大陆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 尤其是在经济领域里面 我们发现在中国大陆 出现了很多 十五年以前 你都没见过的人 没听说过的企业 在这十五年都起来了 最重要的一点 这些都是年轻人 这些都是年轻的企业 尤其在互联网领域里面 但是很遗憾 我们在台湾这十五年内 好像听见新的企业家 新的企业并不多 这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问题 我们也许很多年龄 到了一定像我这样 其实大家说我是年轻人 我今年也五十了 这个也不年轻了 到了我这个年龄 我担心多 以前我从来不担心自己讲话 现在开始担心自己讲话了 我觉得就说明我已经开始也进入了脑 因为年纪大和年纪轻的时候 年轻人无所畏惧 年轻人总是担心这担心那 我在十九年以前 在北京参加过一次互联网的专家论坛 十五十九年前 那时候中国已经有互联网专家 其实任何世界都有专家 但我不相信互联网那时候有专家 今天互联网也没有专家 那时候那批专家都在一起讨论的问题是 担心这担心那 总是觉得互联网应该这么管制 那么控制 要不有一天给社会带来的麻烦非常大 十九年过去了 我发现他们担心的事情 一件都没有发生 不担心的事情倒是发生了很多 我父亲也一直担心我这样的观点 我父亲说你这个人早生十年抓进监狱了 我自己觉得他的担心也是多余的 今天我自己认为比他干的还稍微好一点点 但是我想今天主要的机会呢 我想有一个机会跟台湾的年轻人 跟我们今天这时代的年轻人做一些交流和看法 我想我们总是在学会说别人怎么的 任何一个机会都是自己争取的 并且这些机会只有坚持不断地去完善 才有可能变成你自己的机会 今天的年轻人很多很迷茫 很彷徨 总觉得机会不多 其实我也迷茫过 我也彷徨过 很多人在网上可能看见了很多 我去应聘很多失败 确实我真正确实应聘过三十几份工作 没有一份给录取的 其中有一份是肯特基 我们二十五个人去 二十四个人被录取了 就我没被录取 而那老板还是台湾人 我自己觉得呢 但是为什么让我走到了今天 其实我发现很多成功的人士 基本上是反思自己的问题为多 而失败的人永远在评价 别人不给自己的机会 所以我自己觉得我的教育并不很好 但我身为我的母校感动 我认为全世界最好的学校 就是韩国师范大学 是我自己的学校 因为教育 今天中国教育很不错 我们今天台湾的年轻人 香港的年轻人 今天中国大陆的年轻人 其实得到的教育 远远超过二十年三十年以前 我有时候跟我同事讲 我们这些人要今天重新去公司 去应聘 去阿里巴巴应聘 基本上会被拒绝 因为我们的文凭根本不够 但是教育 你所得到的教育 只有经过生活的磨练 生活的挫折 这些教育才能变成你真正自己的知识 才会有用 如果没有三十几次的挫折 没有我这么多年 所有的痛苦和彷徨 就不可能会有今天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彷徨很正常 在彷徨和迷茫以后 思考自己该做些什么 显得更为重要 今天大家看我不一样 有的人说 马云你这个人像外星人 ET 其实我这个人除了长得像ET以外 其他都一样 大家想想 我创业在十五年以前 在自己家里 在自己的公寓里面 跟十八个年轻人一起创业 那时候的想法 其中一个很朴素的想法 我们就想试试看 如果我们这些人能成功 中国百分之八十人都应该能成功 我们也没有有钱的爹 没有有钱的舅舅 到今天为止 我们从来没有在中国能够得到政府的一分钱 银行的一分钱 我们就靠自己一点一滴地走 不断地创 我们走到了今天 但是今天别人年轻人说 马云你太高了 我们根本学不了 但事实上十五年以前 我跟所有的年轻人 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异 我们都一样 没有人会相信我 一路被人笑话 到今天 也许我们公司的市值很大 但是在三十年以前 很多人让我们公司 这不靠谱 那不靠谱 到今天 大家认为你这公司又不挣钱 想法又怪异 所以那时候别人说我们很烂 其实我知道 我没有那么烂 今天人家说 你那么强 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强 今天才是最危险的 当别人认为你 无所不能的时候 其实你的危险已经靠拢了 所以年轻人 你的父母也许看不上你 也许你的老板看不上你 但你自己要学会自己 欣赏自己 我对很多毕业名牌大学的年轻人讲 如果你毕业于名牌大学 请你用欣赏的眼光 看看那些不是名牌大学的人 如果你毕业于像我这样的学校 或者连我这样的学校都不是的话 请你用欣赏的眼光看看自己 其实这世界很公平 很公平 所以呢 我觉得如果有跟别人不一样的话 我估计我们这些人 这是对世界的看法的问题的角度不一样 看他问题的深度可能跟人家不一样 我自己觉得呢 每一代的人都有自己的机会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机会 只是你是否能够把握 很多人呢 把机会看成了灾难 有的人把灾难看成了机会 倒霉的是 把机会做成灾难的人也很多 所以不要告诉我你没有机会 你也许会没有运气 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运气是很好 但是一个人如果经常有运气的话 他背后一定有很多东西你没有发现 一个人老是走背运的话 他肯定也有可恶之处 所以一个人一背任何一代 我们张志宏先生有他的年 有他的机会 我们这一代人互联网 有互联网的机会 每一个人每一代都有机会 只是你怎么去看 怎么去把握 如果你眼睛里面老是盯着李嘉诚 老是盯着比尔盖茨 每天微信里看的是马云的语言 你不会有机会的 我那时候也一样 看见比尔盖茨 看见台积电 看见郭台铭火气就大 他们把我的机会都拿走了 我觉得我啥时候能够成为比尔盖茨 我啥时候能够超越李嘉诚 但是等我放下这些东西 看看边上那些人 看看边上的老王 小张小李 他们在一点一点完善的时候 才开始有了我的今天 所以我想 看见那些大人物 他们今天让你们看见的东西 是他们想让你看见的东西 你们要看到的是 他们背后的心酸 背后的努力 背后所付出的巨大的代价 人生的机会啊 我自己刚过五十 现在开始讲话有点哲理 因为讲话有哲理的人 一般是吃苦吃的比较多的人 才会这样 人生一般有三层机会 第一次年轻的时候 觉得啥机会都没有 其实这个时候都是机会 因为你满手都是空的 可以想做什么 就可以做什么 另外一层机会呢 你刚刚有点成功的时候 你觉得到处都是机会 而这个时候是现今世负 在这个乌镇的互联网大会上 有一个企业家跟我说 现在机会太多眼睛睁开 都是机会 是的 你没钱的时候你骗别人 你有钱的时候是别人骗你 你自己觉得都是机会的时候 你是没想清楚 你想清楚你有什么 你要什么 你放弃什么的时候 真正随你的机会 其实并不多 这是第二层 第三层我认为 给别人机会 才是真正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人生三十岁的时候 为自己干 三十岁的时候要跟别人干 四十岁的时候为自己干 五十岁的时候一定要给别人干 给年轻人机会 给未来机会 才是给自己真正的机会 我觉得机会你这么去看 大家都在担心的时候 机会来了 大家都在心虚若狂的时候 机会也就危险来了 所有人都看好的时候 危险一定靠拥 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把握 把这个危险能够消化掉 你就是这是你的机会 所以我自己基本上这么多年来 一般来讲都是倒过来看问题 我比较喜欢听别人抱怨 因为抱怨意味着机会 听别人的抱怨用自己的脑袋去思考 因为人们说没有机会 当你听见四周全是抱怨 全是愤怒 全是各种要不满的时候 其实机会就在这儿 如果你能够解决任何一个 这就是你的机会 所以我想告诉年轻人 我们那时候老是去抱怨别人 最后我们发现 只要你把这些抱怨 能够变成你的创业 创新的理想 这些都变成今后十年以后是你最成功 所以呢 我想 如何去把握机会 其实显得更为重要 因为我们不用再告诉大家 这世界上一定有更多人成功 有人说哎呀 现在经济形势不好 又是新常态 也不知道 这各种各样的说法挺多 我个人以为 十年以后 成功的企业一定比今天多 十年以后的有钱的企业家 一定比今天多 十年以后一定会有人类 已经碰上过无处的灾难 人类每次碰上经济危机 每次碰上各种的危机 都跨越了 只是你没有这个能力 是一定有人有这个能力 我从来不关心总统 总理关心的事情 我只关心自己关心的事情 我们现在年轻人 老是关心世界 我也关心过世界 我觉得要是我能干这个事情的话 将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对 后来我管了 现在有三万名员工 我发现三万名员工都很难管理 别说十三亿人口 我们有的时候 自己养了几盆花 就把自己当园艺专家 种了几亩地 就把农学专家 其实世界远远比你想象的 要复杂得多 复杂得多 所以让那些关心世界大事的人 让他们去关心 我们只关心自己 因为我觉得 只有我们改变的 才能改变世界 改变世界 其实很难 轮不到你 改变自己 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另外一个呢 今天的NBA 我对NBA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很多人说我不太喜欢NBA 我确实不太喜欢NBA 我送了很多人去学NBA 本来都很聪明 回来都学傻了 因为他告诉你 这个问题必须这样 其实变化才是真正的乐趣 如果你学 所以我觉得NBA教大家怎么成功 你学了太多成功故事以后 回来一般都会脑子出问题 我觉得大家多学点 别人怎么失败 因为成功有很多要素 但失败就这么几样东西 大家把失败的经验多想想 把人家怎么克服 失败的东西多想想 你自然就会成功起来 当然最关键的是 我们不要晚上想想千条路 早上起来走原路 我们很多年轻人 晚上想想明天我必须干这个 早上骑着自行车又去上班了 所以我觉得改变从现在开始 行动就是真正的一切所在 未来呢我直接觉得 社会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们都觉得 哎呀互联网时代过去了 其实互联网时代还没有开始 或者是刚刚开始 前面二十年互联网给中国 给社会跟整个世界 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经济 社会 政治 各方面影响很大 但我想跟大家讲的 这只是刚刚开始 人类从技术层面上来讲 好 我也觉得很多人 哎呀 马云 你这个互联网离我们太遥远 我们这些人又不是搞互联网的 对 我们又不懂技术 一听技术大家心头痛痛 我告诉大家 我对技术也很头痛 说实在 张忠谋先生刚才讲的 我在下面我还真不是很听得懂 因为这个芯片 我试图想搞明白 我还是没搞明白 软件我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我唯一能够用的 就是上网浏览看看新闻 然后跟年轻人交流交流 我也没学过MBA 也没学过计算机 也不懂得软件 但是有一点 我们这些人 要花时间去思考未来 我们这些技术 到底能够解决什么问题 如果能够解决问题 你不懂技术 你可以把懂技术的人请来 数字的鸿沟不在于技术 不是技术的鸿沟 数字的鸿沟 是思想观念的鸿沟 是思想误差的鸿沟 我们今天在讲转型升级 我个人认为 转型升级 只有每个人的脑袋升级了 你经济才可能转型 只有我们把我们的棒 把我们的希望交给年轻人 年轻人自然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 丰富的转型的世界 所以未来的技术 我相信我们正在看到的是 从IT向DT的转移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正在向Data Technology 数字技术正在转移 大家知道IT和DT 这不是一个技术的差异 是一个思想观念的差异 这个思想观念来自 IT是为了自己越来越强大 而DT是让别人越来越强大 未来的经济和社会 一定是利他主义的 未来的经济一定是讲究分享 未来的经济一定讲究透明 未来的经济一定讲究担当 这个社会从昨天的IT 以我为思想 强化自己 利我自己 并且封闭 并且自己掌握的资源 不让别人知道 这个时代正在发生 天翻地覆的变化 别人问 为什么中国的电子商务发展 超过了美国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中国原来的商业基础设施 实在太差 所以给了我们机会 而美国的 原来的商业基础环境非常之好 使得美国的电子商务很难插进缝隙 它只能做原来经济的补充 今天同样道理 从IT在走向DT时代的时候 这个世界将会对昨天的成功者的挑战 是超越大家想象的 大家知道成功者是最难改变的 我们有今天的主要的原因 是锁定了未来的成功者 如果你今天要开始创业 要思考你今天做 十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为十年以后的社会 解决了什么问题 为十年以后的客户 解决了什么问题 很多年轻人说 我今天创业 我咋就不成功 如果你今天创业 明天就成功 这个机会一定不属于你 凭什么有这样的机会 你今天做 明天就会成功 如果你今天做 十年以后会成功 这样的机会应该多多把握 多多思考 所以我想 这是我想跟大家交流 其实台湾有非常出色的年轻人 我们公司有很多台湾优秀的年轻人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的合伙人 我的partner 就是我们的CFO蔡崇信 就是台湾人 有多少人能 今天大家说他很成功 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像他那样 十五年以前放弃高兴 上百万美金的高兴 跑去大陆 跑到杭州 跑到我家里面 那时候我们十几个人 在我家里创业 他说 我愿意接受五百块钱人民币 一个月的工资 来跟你 跟我们一起去干 这个就是勇气 这个就是行动 这才是真正的梦想 所以我想 如果台湾年轻人 你的父辈们 靠着美国和欧美经济的 蓬飞起来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 应该去思考 大陆巨大的市场 更应该思考 互联网技术面前 它的成本之低 它的效率之高 它的发展之迅速 我相信 它让任何一个大企业 在互联网面前 我们待遇是同等的 待遇是同等的 不是因为它大企业 它就比你会多使用好互联网 我们小企业往往使用互联网技术 会做得更好 最后我还是讲这句话 鼓励大家创业是容易的 但是让大家坚持创业的理想 完善自己是很艰难的 创业这条路 我每天都在提醒自己 那就是我们说 今天很残酷 明天更残酷 但是后天很美好 但是绝大部分人是在明天晚上 他是不可能看到后天的太阳 所以你就是不断地改变自己 让自己今天活好 活强 才能看到后天的太阳 我希望阿里也能够为台湾 和中国大陆两地的贸易经贸 做出贡献 也正在考虑 也希望两岸的各个组织和机构 给我们有个机会来感谢台湾年轻人 在阿里发展过程中的这种机会 我们希望也做一些投资也好 基金也好 能够帮助更多的台湾人 台湾的年轻人到大陆去创业 去学习 去交流 去沟通 因为很多的knowledge 对我们来讲 是非常珍惜 很珍贵的 所以呢 我 讲完了 接下来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要留杂宝 谢谢大家 有人已经提了题目来 是不是请郑立中会长给他收集一下 然后还有没有 这边有问题的 请大家拿 用纸条写到前面来 第一题先来过来 OK Jack 我是1999年投资阿里巴巴 Aaron融资的Transpack Capital 惠亚集团的合伙人 问题是 能否提供你曾经遭遇的挫败一两件 你如何应对转化为新的动力 谢谢 这个Transpack 感谢我们所有当年支持过 阿里巴巴的风险投资 现在有很多书是写阿里巴巴的 其实没有一本书是我们自己写的 我希望有一天 我能够写的那本书呢 叫阿里巴巴一千零一个错误 其实错误要比那些取得的成绩 来得更加珍贵 如果要讲一两件 我受到的挫折 我讲其中有一件吧 就是全球化 这么多年来 我去思考一个问题 全球化绝对不意味着 你在国外有工厂 绝不等于你在国外有业务 国外有业务的企业 不等于是全球化的企业 国外没有业务的企业 不等于没有全球化的思考 全球化是一种战略思考 全球化是如何为外面 去创造独特的价值 我在硅谷的全球化 是在200年 那时候刚刚融到脂 脑子就发人 往往是有钱以后 都开始错误来了 我们在硅谷 请了很多年轻人 准备做什么呢 做中美之间的贸易 我们觉得美国人英文比我们好 技术也比我们好 贸易应该不错 我们就搬到了硅谷去 结果到了硅谷我们才是大问题 硅谷那些年老外会讲英文 他们不懂贸易 会搞技术 也不懂贸易 我们在硅谷成立了三个月 各种各样的人 都加入 都觉得互联网不错 加入了我们公司 结果三个月以后 我发现大问题 一下子请了七八十个人 但是这些人不是我们要的人 那怎么办呢 我们立刻开始裁员 所以我那时候特别沮丧 跑去以后 人家刚刚 有个人是早上刚刚签了协议 我们下午开始裁员 很痛苦 我那时候都怀疑自己 这个能不能扛过 因为很多员工有气愤的 也有很高兴 因为我们给了个很好的package 使大家离开 我记得给package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说 要么给你两分钱一股的股票 阿里巴巴的股票 还是每人给两千美金 很多人说我们要美金 股票你们自己留着吧 但那时候我在思考 你没有想清楚自己能够为社会 为世界做什么贡献的时候 千万不要轻易地出去 轻易地出去 我在很多年 我在这件事情里面就反思 我在那么多年 几年以前 中国大陆有很多企业 在国外买公司 我认为买公司 未必是你全球化的开始 有一家公司我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在那边 买了这么一家公司 他说人家有先进的技术 又有先进的管理经验 我说人家有先进的技术 又有先进的管理经验 今天把它卖给你了 就缺了你这点钱 其实我觉得我们想明白 我们到底如果去当地 要做什么样的独特的价值 是你去做的事情 是当地的企业做不了 这样才是真正的一个思考 如果讲第二件的挫折 也是我对雅虎中国 我不是跟雅虎合并 以后呢我们买了雅虎中国 经过了一年到两年的整合 我们发现是极其疼痛 非常值得 前面那个经验告诉大家 我们在请人 以后所有的企业请人 不要找最好的人 找最合适的人 千万不要拖拉机 装上一个波音77的引擎 最后你也倒霉 那个引擎也倒霉 就是你觉得 听见很多 我以前请了很多 跨国公司的副总裁 加入我们公司 我那时候 总共融资五百万美金 有一个市场部的副总裁来 他给我做的第一期预算 是一千二百万美金 做市场 他说我不好意思 我从来没做过 八百万美金以下的预算 所以把一个波音77的引擎 装在拖拉机里面 其实是很悲剧的 这是我第一个错误所能的 学到的 第二个 跟跨国公司进行收购 兼并以后 Yahoo其实我们买进来以后 也受到了很大的挫伤 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自己觉得无所不能 今天我们只是买了个Yahoo中国 买回来以后发现 中间的问题很大 我们处理的事情 又比较粗糙 简单 我们要求别人 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方法去做 所以我们后来发现 我们在企业发展过程中 任何一次错误 如果你不去复盘 不去反思自己犯了什么错误 都在埋怨别人 那时候你是不会进步的 错误是你成长最好的营养 是公司发展最好的营养 一个公司你要看 我一直这么坚信的 一个优秀的公司 是你经历了多少次灾难 并且依然在那儿 这才是个好的公司 所以我想我自己在这里面 学到了很多 得到了很多 今天我比别 我说我们干部 领导者要跟你的部下 比的是什么东西 你千万不要跟部下比能力 比能力 你就基本上 你会越来越失望 因为你请他来 他就是能力比你强 你才请他来 你要跟他比的是眼光 跟他比的是胸怀 跟他比的是抗击打能力 他年轻人碰上两次失败 可能沮丧 像我这样皮厚 二十次都没反应 对吧 OK 请问马云先生 我们到基金会 推动三十年学前教育 培养了两万多名的优责 蒙特俊丽优师 如何与阿里巴巴的网络平台 互相结合 一起造福中华民族 下一代的优苗 蒙特俊基金会 谢谢谢谢 我觉得阿里其实想干的事情 很多 但是我们觉得呢 未来对阿里巴巴来讲 我们要问这个问题 前面十五年 我们其实不想做一家企业 我们更想再做一份理想 我们问自己是否成功 是以自己觉得 因为我们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 未来十五年 我们希望问的是 因为我们世界发生什么的变化 因为我们公司很多人都是老实出身 莫名其妙的理想主义 加上必须每天要知道今天很残酷 明天更残酷这样的务实 才让我们走到今天 但是我们看教育也好 农业也好 环保也好 这是巨大的问题 我本来就想谈谈 关于文创方面的一种变革 其实我觉得 陈寅游的是 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个美国的高官 问过我一个问题 我说马云 我们很担心中国啊 二十年以后中国会不会超越我们美国 并且对我们全世界有巨大的威胁 我要谈这儿谈教育的问题 从这儿去思考 我跟他讲 美国是以基督教文化为中心的 基督教文化里面 它一定有个对抗的东西 是一个竞争对抗 而我们中国的宗教里面 儒家 道家和佛家 佛家是人与心的关系 人与自己的关系 和谐关系 儒家是人与社会的关系 而道家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我们这三家 任何一家都没有可能 成为对立和对抗 但是中华文化既不是道家 也不是儒家 也不是佛家 而是儒是道 顿在一起顿一顿 才成为了中国的文化 就是我们的中药有很多技 任何一技中药都是偏方 合在一起才是我们的东西 所以我自己觉得 我们今天要去思考教育的问题的时候 还得说本源上 我们找到自己的文化 所以中国我认为 只要我们真正开始注重自己的文化 我相信中华文化会对人类社会有巨大的贡献 中国不会对世界有威胁 而且有包容 这个我们佛家讲究 佛家讲究包容 最爱的犹太人 你对以色列高科技有何布局 有什么高见 你如何具体支持台湾年轻人创业 OK 这个问题搞大了 第一我还没去过以色列 一直想去 毫无疑问 世界文明的灿烂 全世界都应该 所以人家说 马云你到底喜欢哪一个人 谁是你的偶像 谁是你的专业 除了金庸的小说是我的偶像以外 我偶像真的到处都是 因为我们不需要去 人家经常讲 谁是你的对手 我认为我们要看到的是你 谁是我的榜样 很多年以前人家说 马云你太狂妄 因为很多年前我讲过一句话 我用望眼镜也找不到对手 人家说 哇怎么可能 其实我用望眼镜干嘛来找对手 对手都在隔壁 你要找的是榜样 看看人家身上有什么东西比你好 以色列犹太人有很多东西 确实是人类的宝贵财富 但中华民族的宝贵贵贵贵 也很多 至于如何帮台湾年轻人创业 我刚才想 首先呢 我希望大家 开脱眼见 其实真想想看 昨天晚上我跟一个台湾年轻人在讲 他说我们台湾的网络公司 没有大陆这两年搞得好 但是此一时彼一时 十五年以后我相信台湾的网络公司一定会起来 但是最可怕的是起个大招赶个晚急 台湾的网络公司起得比大陆早 但是晚了 这个中间的问题可能不是我 我不想装着我很懂的样子 我认为台湾本地人 本地的年轻人 本地的那些大佬们 应该反思一下 可能更靠谱 我自己觉得阿里巴巴希望参与的是 帮台湾的中小企业 帮台湾的创新企业 到大陆去卖货 我今天对卖大陆货 到台湾 到美国 到欧洲 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只得把全世界各地的小企业的货 卖到大陆去 我很有兴趣 而且我们很有兴趣 如果你希望去大陆创业 请你跟我们联系 我们很希望 无论是加入我们公司的体系也好 加入我们的生态系统也好 或者是我想 想拜托几位理事长 有机会呢 我们想成立一个基金 专门做台湾年轻人去大陆学习创业的基金 如果这个能做起来 我们倍感荣幸 因为这钱反正也不是我们的 你要捐出去的 为什么不给年轻人有更多机会 以前我们没有机会 今天这个钱是社会 我 我真不是在讲高大上的话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 你一个月一年挣一两百万的时候 这钱是你的 你挣一两千万的时候 麻烦就来 你要担心它有贬值 你有十个亿的时候 这是社会对你的信心 社会对你的信任 它希望你把钱用得更好 所以我希望阿里巴巴能够把这些钱用得更好 帮助我们两岸的所有的年轻人能够创业 如果大家来 给我们这个机会 我们倍感荣幸 谢谢 谢谢 那么 我 观点 照顾 付 算 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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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